崔永元 崔永元的负面传闻多了不少 崔永元无法忍受这种敌鬼 再加上这部影片今年将再次拍摄第二部 势必会对自己的名誉产生二轮的损害 于是崔永元就与这个剧组开始了拉锯战 并且爆出了不少的猛料 引发了娱乐圈的轩然大波 崔永元之前曾经曝光过一人的一些不合理的片酬现象 还爆出了一份名单 上面有不少娱乐圈的大咖之后 崔永元还趁已经将这件事上报到了相关部门 将会依法治理 这件事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有的网友表示支持崔永元 崔永元之前的行动似乎真的有了结果 近日 爱奇艺 优酷 腾讯三大视频平台 以及正午阳光 华策影视 柠檬影业 词文传媒 药客传媒 新力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 一起发布了名为意志不合理片酬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并表示将会对明星艺人的片酬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 而且这三大平台六大影视公司的所有影视剧中 艺人的总片酬不能超过五千万人民币 单级片酬不能超过一百万人民币 这份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将会对一些偷税落税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地址 并且会建立黑名单机制 一旦有任何上述现象发生 将会停止所有的合作 这个声明一出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崔永元的行动终于有了奇效 崔永元赢了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崔永元的行动虽然有了效果 但是要说赢还为时尚走 毕竟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崔永元赢了 三大平台六大公司联合声明 一人片酬不得超过五千万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